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齐少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1级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SS工作室系列里头 Game Edition就是游戏系列的Starscream 那么这款来自于Wolf Cybertron的反派人物 这一次推出了VG的玩具 我的期待度是比较高的 原因无它因为先前的这个造型的玩具 只有推出到Deluxe等级 当然第三方的话呢 有这个Planet X吧 有推出过它的一个玩具 那么这一次的VG跟以前的Deluxe等级相比的话 有没有进步呢 我这个时候已经很多人 我未看现在很多人已经留言 或者是评论 或者是弹幕已经发说 哎呀旧版比较好 确实 如果说两个价格是一样的情况下 我会推荐你赶紧买旧版好了 虽然它是一个Deluxe class的玩具 那两者的话光是武器的配置就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版的 它的武器呢是双枪 而这双枪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组合成一把大枪的 这个的话 我记得我手上这款好像是日版的 但是应该跟美版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这两个大枪组合在一起卡紧的情况下呢 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大枪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单独的拿在手上啊 只是说这个造型的话呢 我是觉得还不如分成两把小枪 它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玩具把它占好一下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Voyage Quest的话呢 多了一个 这应该是类似于是狼牙棒的东西 非常的巨大了 它本身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做一个小组装的 就这样子把它给拼凑上去就可以了 而它另外的一把的类似于是 应该是狙击枪的东西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狙击镜 整个都是灰色的塑 灰色的塑胶啊 并没有多余的涂装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 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肉了 不是说非常的精细啊 那它的话呢 有一个替换武器的一个 这个设计还是都存在的啊 人物的手臂的话呢 右手臂呢 是可以换成这把狙击枪的 再换上去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没有比较好看 而它的这个 两个配件的话呢 基本上呢是扣不上去 没有任何的 可以组合换的 所以这个钉头锤呢 如果你不用的话呢 就是把它给扣在后方 但是扣后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洞的话呢 好像有一点偏小 你看又弹出去了啊 就各位知道一些都行 这个钉头锤可以放在一旁 那先前的话呢 也顺便给各位展示一下吧 这个是先前 Voyage Class的这个 Atomus Prime 其实两者的身高啊 是差不多 而这个系列的话呢 标榜了说 就是大家的武器呢 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 然后我们也就简单的展示一下吧 这个Starswing的话呢 也是可以装上 OP的这个大炮的啊 各位了解 它有这个主打这个设计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换回它原本的胳膊 那换回去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 要对着这个可以折的 这个轴部关节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玩具的细节 首先它的面雕 面雕跟旧版的面雕的话呢 我觉得相似度是蛮高的 都是一个比较冷峻的一个表情啊 并不是尖笑的表情 而在旧版的玩具的话呢 它的眼睛的话呢 是一个透明部件 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有个透明部件啊 所以这也是旧版的话呢 比较优秀的地方 再来是它的一个 基本的身形倒是差不多 头上都有两个尖出来的尖角 翅膀的话呢 都是一个倒三角 然后肚子这里呢 有一个很大的驾驶舱 脚的形状也几乎都是一样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这个部件应该是要推进去啊 好 那它的可动的话 头部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而且还可以往上看 变形的时候呢 会做到一个翻头的动作啦 所以它往前看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可以做一个飞行吧啊 手臂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手的造型 都是做的挺好看的 有好像一个大的 一个手套的感觉 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 手肘的话呢 可以玩超过于90度啊 因为变形的时候呢 是有需要的 所以完全可以折到 非常高的一个角度 我想看上去好像一个 OK 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科学家的一个手套的感觉 脚的话呢 前后左右踢没有问题 膝盖啊 幅度什么的 那脚踝的接地也是有的啊 非常的大啊 所以这款人物在把玩的时候呢 人形的站姿的话呢 是可以做出很夸张的一个动作的 还不赖了啊 但是呢 你要跟它跟旧版去相比的话呢 由于旧版的话呢 这个武器的噱头还是比较比较足够了啊 那虽然可动来讲的话呢 可能Voyage Class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并没有多大多大的一个优势啊 来我们进到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啊 首先的话呢 我的建议吧 先把后面背包给整理好 背包整个往后面这里打开 拉开一个距离 我们可以先把这中间的这两侧啊 它这里两侧是有一个 这个兔 这里往两侧稍微白开一下 利用塑胶进行把它白开一下 中间这个部件的翻出来 然后里头呢 有一个尖尖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部件 它这里是可以分开的啊 把它分开 整个给打平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建议的话呢 是这样子搓开 第一次拍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很紧实啊 这里整个翻出去 然后呢 利用这里很空的这个状态下呢 我们去旋转这两块部件 它就会变成它的一个垂直为一了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整个的给 整个给往前面 翻过去 到这里 先到这个地方啊 预备在这里就行了 预备在这里就行了 我们接下来处理它的一个腹部 腹部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整个挑起来 它这里有组合卡 我在这里 整个把它给挑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自动去松开 这里自动会松开 就不用多提了 再来的话呢 这个头的话呢 先把它给挑起来一下 整个给挑平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一个肚子的这个地方打开 里头有个飞机的这个头翻出来 再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是要把它的这个头呢 整个这样子给翻进来 在这个整个打平的情况下呢 把头部翻转180度 然后呢 整个头的话呢 平行的给塞进去 好 到这边 然后在整个部件 这里要注意啊 它已经卡进去了 这两块部件啊 它一旦卡进去之后呢 你要再把它翻出来的话呢 必须用一点塑胶的人形把它翻开 好 这样子抠起来 对不对 你要把它变回人形的时候 这里要把它抠起来 那变回飞机 它这样自己已经卡住了 这里继续往前面摆过来 好 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 这个变性头最难的一个地方 手臂的变性是真的是 这里卡进去 难是难在哪里的 就是说 它的手臂啊 我们你先看一下这个形状啊 它要这样拐进来 然后呢 要这样子 是这个形状 你只要记得 这里有个凸 对一边有个洞 好 你是这样子拐进来 但是它拐进去之后啊 它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直角啊 要扣进去 扣进去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凹槽 在这 扣这里的话呢 其实有一点点的困难 而且呢 你还要兼顾到什么呢 就是兼顾到你另外一只胳膊 另外一只胳膊啊 这样子 你还必须呢 把另外一只胳膊的这个中间的凸根 你要这两个结合的情况下呢 再去扣住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位置 你如果从上面看的话呢 可以从这里 应该可以看得到 里头上面有个缺口 下面有个缺口 要扣进侧边这个图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操作啊 真的需要稍微去练习一下 需要练习一下 基本上就是尽量的把手 手的话往下面推 往下推进来的情况下呢 再把它往深处按 可能成功率会比较高 而且上面的这个 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的话呢 其实是有点碍事的啊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扣进去的情况下会是怎么样呢 好 把它给捏进去 好捏进去了啊 两侧都扣进去了啊 OK 它有这个卡进去了 确实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弄啊 本来是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因为你不 因为它这个手臂啊 没有其他地方卡扣 你这里如果不把它锁紧的话 它是为止跑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剩下腿部的变形了啊 腿部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 这一侧翻开 这里有个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啊 然后呢 整个脚从侧边 给它摆开来 往上面推进去 这里还有一个 2O一个结合 脚趾头的话呢 这里记得收进去 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这边 把它给整个翻起来 然后这里扣上去 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 整只脚是直的 那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一款的话呢 这一侧的脚呢 要摆开摆上去呢 比较紧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啦 就是特别的紧 推一下 推开 这一次蛮给面子的啊 往上推到底啊 这个地方 有个缺口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两腿的话呢 暂时到这里就行了 最后就是把这个 整个顶盖的部分 你就记得这个 翅膀是朝前 然后这里有两个凸 还要扣进 这个凹槽 好 这里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的合下来 就把它压上去就可以了 整个的变形来讲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啊 没有那么直觉 特别特别是 嗯 这个 这个 嗯 怎么说 说难不难 但是说简单 好像也有一点点 是需要想象的了啊 那我们到这边的话呢 可以把它平放在桌上 OK 它是一个没有起落架的 一个状态啊 这个应该是已经扣进去了 哎呀 好 那 另外的话呢 我就 就提一下 因为它这个 呃 武器啊 扣在背上的 这个设计 实在是太蠢了 你如果说是这个枪 也就算了 但是这一根 这一根东西 它居然叫你 直接扣在上面 这个我个人是 无法去理解 这个外星人的 这个 审美 这个实在太 太 太蠢了 我们就 就不是了 那你说它还有 其他地方可以扣吗 哎 其实我还真想不出来 但是它实在是太难看了 我们就暂时 先把它给拿走好了 那这个就是 Stars Queen 的一个 载具的形态 那驾驶舱的话呢 可以开了 那里都会看到它的脸 这个就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当作是一个加分点了 那翅膀的部分呢 是一个往前面的 一个倒的一个造型 那狂拍标志是很大啊 那整个造型也不算难看 那我们对比一下 这是旧版的一个 Deluxe Class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一个飞机的形象 还比较均匀一点 这个的主要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翅膀的部分 做的时代是太小了吧 就感觉它就 不是很像飞机的 像是火箭嘛 火箭跟飞机好像也差不多 那它还是有一些共通的特特点 比方说 一样是这个尖锥的这个尾翼 还有这两个是尖尖的这个部分 一样都有的 而旧版的话呢 依然是这个武器的收纳 一样是完爆了这个新的这个版本了 至少它是两个可以挂在机翼下的一个火炮啊 那它的一个透明的驾驶舱 我想一下 这个驾驶舱能不能开啊 影响已经久远了 不能开 不能开也无所谓了 反正也已经 唯一旧这个V级胜过这款Deluxe 可能就是这个脑袋的隐藏 这个脑袋是放在这里 而新版的是把脑袋藏到 这个这个驾驶舱里头去了 你可以看到底部啊 这个收纳来说 可能旧的版本也是感觉比较 有点技术水平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 来自于 Steward Series Game Edition的Voictor Star Screen 就还蛮就是 不是有很 没有什么很多亮点的玩具的啊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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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